4月23号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庐山抗震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始时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 全体起立 为四川庐山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和在抢险救灾中英勇牺牲的战士莫爱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 关于四川庐山地震灾情和抗震救灾工作情况的回报 会议认为 四川庐山地震发生后 党中央高度重视 迅速对抗震救灾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 领导和调动各方统一行动 牢牢把握抗震救灾工作主动权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 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直接指挥下 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冲锋在前 社会各界大力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 抗震救灾有力进行 经过各方面艰苦努力 灾区抢险救援 伤员救治 卫生防疫 群众生活安置 基础设施抢修 资金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会议强调 现在抗震救灾工作正处在关键时刻 要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科学的方法 坚决完成好抗震救灾这项重大任务 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当前重点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搜救被困群众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生命最宝贵 组织力量逐家逐户进行排查 确保不留死角 尽最大努力抢救和医治受伤群众 尽快把危重伤员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救治 千方百计减少因伤死亡 千方百计减少因伤致残 二是妥善安排灾区群众基本生活 抓紧组织调运灾区群众急需的食品 饮用水帐篷 活动板房 衣被雨具等生活必需物资 确保每个受灾群众都有饭吃 有衣穿 有干净水喝 有临时住处 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 全力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特别要重视饮水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垃圾集中处理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亿 为灾区群众提供灾后心理援助服务 做好心理安抚工作 确保灾区人心安定 社会稳定 认真排查维修校舍 或者搭建临时学校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帮助灾区学生尽快复课 三是抓紧做好基础设施修复和废墟清理工作 做好基础设施修复工作 确保灾区用水用电用油用气供应 确保通信联络畅通 加强对次生灾害的监测预警和应急防范 引导群众安全避险 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着手开展废墟清理工作 为公共环境卫生维护 基础设施抢修 灾后恢复重建 创造条件 四是做好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 及时调查了解工农业生产受灾情况 研究制定促进恢复生产的政策措施 同时引导灾区群众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 尽可能减少损失 科学编制重建规划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五是加强舆论引导 统筹协调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及时准确客观发布阵情灾情 和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 宣传普及救援救助 医疗救治 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及时发布气象地质灾害预警 为群众安全避险提供服务性信息 六是加强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强有力的调度指挥体系 四川省要统一领导科学调度统筹安排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 形成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合力 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 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广大共产党员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务必靠前指挥身先士卒 到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关键时刻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共患难 注意关心爱护救援救助人员 积极为他们提供各种保障 加强对进入灾区救援车辆人员的统筹调度 做到根据救灾工作需要有序开进 加强对中央抗战救灾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检查 搞好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监督 会议强调 军队和武警部队要发扬我军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 保持旺盛斗志和持续战斗力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继续当好突击队 继续搜救被困群众 充分发挥军队医疗专业力量作用 协助安置群众 积极参加相关专业救援 协同开展卫生防疫 会议指出 我们的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 我们要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 随时准备迎接各种困难和风险 只要我们有准备 团结一心 共同应对 就完全能够从容应对 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 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 会议强调 多难兴邦 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 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同舟共济的凝聚力 越是要鼓起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神 要大力宣传 这次抗战救灾斗争中 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 崇高思想 先进世纪 为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增添新的正能量 鼓舞和动员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众志成城 为实现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 而团结奋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